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是 Get Ready With Me 我想要來跟大家閒聊有關感情方面的問題 就是我最近常常在Instagram上面會回答大家一些問題 結果我發現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有關感情方面的 有一個網友他問我一個問題是 很容易在談戀愛中不自覺的迷失自我 以對方為主 很不喜歡這樣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我想要先來剖析就是我覺得為什麼會容易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常常會遇到類似的感情狀況 就是當他們一談戀愛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點好像失去了人生方向 就是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的另一半而活 或者是當他們的另一半需要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排除一切一切一切的事情 或者是排除一切的困難 就是為了要去迎合他們的另外一半 那我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有關我們自己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常常會發生類似問題的朋友 可能代表說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很充實 所以你可能就會很習慣把重心放在對方身上 就是可能當你下班或者是下課的時候 你就會很習慣想要知道對方可能現在在哪裡 你就會想要去找他之類的 那我覺得如果要解決這件事情的話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去做一些你目前生活圈之外的活動 你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當你沒有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會有時間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對方身上 所以當你如果去做一些新的活動啊 或者是你去學一些新的技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對方他真的不是你生命中 就是佔有那麼大的部分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人應該是 要把自己先放在你世界裡面的優先 當你先照顧好自己的時候 你才有能力去照顧別人 我現在是用03E他們的斜角粉底刷 這個粉底刷上妝完全沒有粉痕耶 我覺得很厲害耶 我沒有用美妝當然還是什麼壓過 你們看我的皮膚都沒有那個刷痕耶 好厲害喔 那可能就會有網友想問我說 美根究竟是怎麼樣叫做 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充實 因為這一件事情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抽象 可是我覺得其實實際上做起來很簡單 像是我都會鼓勵我的朋友們 他們除了自己可能上班以外的生活 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像是可能最近我就想鼓勵我的朋友 一起去健身 因為當你健身之後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健身的事件裡面 有很多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譬如說像我們開始運動才知道說 喔原來你長肌肉 你又攝取很足夠的蛋白質才有可能長得出來 或者是當我們運動的時候 究竟要如何去發力 才可以運動到你該動的位置 這些都是需要很多時間慢慢去練習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你譬如說你開始健身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去理你的另外一半了 因為你就會發現說不行 我如果要長肌肉的話 我一個禮拜就是要去運動三到四次 甚至是更多 那這個時候呢你很自然 你就不會把你的重心跟你的注意力 都放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 當然我剛剛健身只是打個比方 有很多東西我們其實都可以去學習新的東西 我覺得學習新東西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會發現用不同的視野看待這個事件 你會有更多新的想像跟新的想法 像我最近就是想要學西班牙文 我還在學那個ABC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學西班牙文 目前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可以講出一些很簡單的對話 譬如說 就是我覺得在學語言的過程中 這個是很好玩的 很多人在學習新的語言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想到的是 這一個語言對我有沒有用 但是我自己是不會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就是對我而言語言就是拿來溝通的 我今天想要學習一個語言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遇到 可能會講西班牙文的朋友 我就可以用這個語言去溝通 我覺得光是這件事情 就足夠讓我有動力去學習這個語言了 因為我到現在我真的覺得 輸到用時方很少 大家不要 當你需要那個語言的時候再去學習 因為等到那個時候真的已經太晚了 譬如說英文好了 如果你沒有提早做準備 當你可能在公司遇到客戶的時候 你到那個時候才想說 喔我要來學英文 你真的會很容易呈現一個 就是牙口無言的狀況 當然學習我們母語以外的語言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自己也這麼覺得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溝通就好 不代表說你一定要用可能很完美的文法 或者是很完美的發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 都放在另外一半身上的時候 真的可以試著去學一些新的才藝 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加入社團啊 或者是你可以去學跳舞啊之類的 這些都是可以豐富我們自己的人生 而且當你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充實的時候 你也會變成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好那剛剛的面向是focus在比較有關我們自己的部分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假如你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 你的另外一半 他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是我自己聽過這麼多朋友之間的那個故事啊 我覺得如果你常常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的時候 你的另一半很容易會覺得壓力很大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當我們在跟一個人在一起之前 我們之所以會吸引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不是因為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 而讓對方喜歡你 通常都是你可能有某一些人格特質 或者是你有哪一些的故事讓對方覺得很有趣 而讓我們的另一半喜歡自己 這個是我們在還沒有在一起之前比較常會發生的狀況嘛 所以當如果你們在一起之後他發現說 欸其實你沒有像我們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的獨立 那麼的有自己的想法 那麼的有自己充實的生活的話 那種他當初喜歡你的東西就會一直一直的消失 所以這樣子可能就會讓你們彼此的感情很快就是會淡掉 就是可能大家很多都會說 喔好像在一起之後沒有像剛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的開心 就是當你這個人沒有一直成長的時候 其實你的另外一半是感覺得出來的 那我自己從我的朋友圈就是剖析出來 我覺得如果是男生的話 他們很容易就會把你放著 就是他不會對你做什麼太過分的事情 但是他可能就覺得說 欸你好像沒有那麼有趣了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很多就會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可以奮發向上 那這個時候呢女生就會開始要求男生去做 可能去學新的東西啊 或者是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他們希望你成長嘛 這樣子你們兩個才可以一起有更好的未來 我覺得女生的思考模式是比較偏向這樣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問題的本身 其實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要去尋找除了你男朋友以外的生活重心 這樣子你的注意力就不會一直放在他的身上了 我自己很常會去看一些有關心理學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或者是書籍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男生方面的想法 因為我們站在女生的角度 可能常常會覺得說我不知道男生在想什麼 那我今天就多跟大家分享一點 就是我以前讀過的書裡面 分享有關男生的視角大概是如何 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就是知道男生的想法 也知道女生的想法的話 這樣子你會更清楚說在關係裡面 我們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其實男生他們是一種 你就把他們當成獅子好了 就是如果今天他們可以 讀到一個大家都很想要的獵物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天啊我真的好棒 他就會覺得說我好像就是得到了一個 很多人都很嚮往的一個對象 那就是你 所以呢我們女生其實你就是很簡單 就是讓自己一直維持在一個非常高價值的狀態 男生他就比較不會對你冷漠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不一直對你好的話 你很有可能會被外面的獵物給奪走 這就是男生方面的想法 所以其實女生我們就是要一直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 很多才多姿 很豐富 你就不用去怕你的另外一半他會跑走 就是我覺得當我們會容易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對方身上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你可能對自己的安全感不夠 所以你希望你要一直看到你的另外一半 你才會覺得你有那種很安全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其實女生的安全感應該是要來自自己 你的安全感不應該是要靠對方一直給予你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會讓你們的關係比較沒有那麼樣的健康 就是你應該是要給自己一個自信 就是說今天就算你的另外一半他不在了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換另外一個對象 你也要有那個自信是覺得說 外面還有很多好男人等著我 我根本就不差你這個對象 就是你要給自己有這樣子的自信 你就不會去害怕說 如果今天我的另外一半他不喜歡我了怎麼辦 因為當你有那樣的自信的時候 你的思考邏輯就會變成說 今天就算沒有他我一樣可以過得很好 當你有這樣的自信的時候 你的那個魅力就會跑出來了 在英文裡面有關描述感情 有一個東西叫做hard to get 就是有些人會說女生你要有一種hard to get的感覺 就是讓男生會覺得你好像很難掌握 這樣子對方就會一直想要追求你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其實你應該是要讓自己真的很hard to get 不是你要假裝自己很難追 就是我覺得這兩者的差別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直可能放長線釣大魚的那種心態 就是覺得說好我就是可能要過三四個小時再回你的簡訊啊 不能讓你覺得說我好像很閒都在等你的訊息的這種心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把你的那個價值有一點點降低的感覺 我們今天要給自己的態度應該是 我真的就是一個很棒的人 我沒有那麼容易就讓你嘴倒的好嗎 就是你要有這種很坦然很自在的那種心情 你自然就是在跟另外一半相處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大方 而且就是會讓彼此在溝通或者是在相處的過程中 都是很自在很愉快的 因為你沒有想要從對方的身上得到什麼東西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的話 你就會很希望對方的注意力要一直放在你的身上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感受到可能被保護啊被關愛的感覺 可是女生我們的安全感應該要來自於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發現我的眉毛的那個眉頭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淺 來畫畫一下 看看能不能讓它比較平均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也是覺得說你在感情裡面 好像比較容易會失去自我的朋友們 等到你們有了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過得很多慘多之之後呢 你自然就不會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對方的身上啦 以上就是我對於就是剛剛這一位朋友的想法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現在正在經歷感情的問題 你也不需要感到太可能太煩躁或者是太難過 因為其實我們人都是需要從這一種 每個很可能不愉快的經驗中學習的 你只是現在可能還沒有想通而已 等到有一天你就會豁然開朗想說 我以前到底都在幹嘛啊 我為什麼以前都要把我的世界圍繞著別人的地球轉 我應該是要把自己當成世界的中心啊 等到你有一天能這樣子坦然的面對自己的話 你就不會有什麼事情難得到你了 好那我的妝也畫完了 以上就是今天簡單的get ready with me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這種邊化妝邊閒聊的影片 希望我剛剛講的沒有太哩哩啦 就是如果你們喜歡看我這種邊化妝邊聊一些 可能有關我自己的想法啊 或者是回答你們的問題的這種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之後就可以多拍一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那你如果是新朋友還沒有加入過我頻道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喔 並且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啦 在每個禮拜不定時都會有新的影片 那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跟Facebook Megan's Talks才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尤其是Instagram的Story 我常常都會回答大家的一些問題 像是最近就是我有回答一些是有關 可能工作啊職場等等的 我都會像是這樣子回答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聽我的想法的話 都歡迎來追蹤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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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